所以佛才说 心外无有涅槃处 离开你这念心 外面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涅槃地方 如果你贪嗔痴不断 你去到哪里都仍然是什么 是苦 对不对 不管外境是多好 照样苦啊 照样人我是非啊 所以我们要对灭地 要能够知道 真正的灭 涅槃处就在你这念心 好 你了解是 断我这念心的苦 那个贪嗔痴 这样贪嗔痴勇息 它不是暂时停止 暂时你说 我暂时不许贪嗔痴 当下这一念是这样 可是呢 你不能持久 那还不能叫做什么 真正的涅槃 有时候我们是可以暂时 好像体会到 没有贪嗔痴的这种 清静极灭的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很容易又被境界锁转 所以你还不是真正的什么 真正的正德涅槃 那真正的我们讲的涅槃是什么 已经是贪嗔痴永远止息 对不对 就像阿罗汉 断尽了所有的 建货跟私货 这样他才能够真正 怎么样 证得这个 涅槃的 解脱了 那你了解这样的话 再来你就知道 那到底 到底要如何修 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 你要的是什么 方向正确 那你走的路 就会正确 你知道 定好了是什么样子 对不对 我也一样 可以这样 不再生病的话 病好了 感冒好了 是什么感觉 是什么样子 我知道 好 这个时候 你得的是什么病 感染的是什么 对不对 病菌 该怎么吃 吃什么药 医生呢 对症下药 好 早对了 能够对症下药 那这样呢 才有办法真正什么 病好 医好你的病 那你就不会说 还没有找到病因 那你只是头痛 好吧 那我就先给你 头不痛 然后 只是找到一时 暂时的什么 那个止痛药 维他命 那个只是都暂时的 不能永远的根治 好 病医好了 才能根治 所以这个痘呢 就等于是 你一定要去实践的 一定要去身体力行 这个就是道 而不是只有头脑的知见 你说 哦 我知道了 涅槃就是 没有贪嗔痴 好 这个只是你头脑里面的什么 知见 是不是你真的内心 已经感受到这个涅槃 清静几滅了 没有啊 还没有相应到那么一点 对不对 哦 所以呢 这个道地 也就是教你怎么样契入 这个涅槃 的这个境界 对不对 怎么样契入啊 怎么样修 怎么样证啊 证得涅槃 所以这个道地呢 也就是什么 修八正道 佛告诉我们的 就是用中道的方法来修 佛说 我的离苦得乐之道啊 是中道法 中道法 是如实观的方法 为什么说中道法呢 不剁什么 哎 两边啊 不剁哪两边啊 不剁这个 外道的苦行 也不剁世间人的什么 重欲 对不对 我们凡夫呢 想要离苦得乐 他就是想说 那我只要 哎 想办法让自己都永远在快乐 去追求快乐的 我得到快乐的 那我就没有苦了 所以他就是拼命的去追求乐 想办法要快乐 所以唱歌跳舞喝酒 甚至吸安费他命 他以为我只要 不去接触苦 逃避这个苦 那就是乐了 所以凡夫呢 他用的是这种方式 那可不可能真的离苦得乐 不可能 对不对 他还会因为这些 而更苦 惹来更多的问题 那我们凡夫呢 都以为是境界在让我苦 所以他是要把那个苦境转掉 是要改变那个果 苦果 等于是因为境界已经现前了 是苦了 现在是苦 苦果出现 他想要去 不要接受这个苦 苦境 所以要是改变这个现象 所以 他要去除境 他才能得乐 我们一般凡夫就是 我要境界 怎么样 我要除掉这个境界 我要除掉这个 我讨厌的人 除掉他 除掉眼中钉 半角石 这样我才能得乐 他把那个苦因是归罪在对方 这个眼中钉 半角石 所以凡夫是除境 得乐 他以为是这样 那一种是 他不除 没有那么积极 但是他是用什么 他一样要离苦得乐 可是他不是一定要把他消除掉 消灭掉境界 他是什么 逃避 有两种 一种是我要把他改变掉 我要把他除掉 眼中钉 消灭他 那我才得乐 除境 但是不除心 他不知道问题是在这里 他只是是外面让我苦 所以他转境界 对不对 然后 另外一种是 哎呀 境界实在是没办法转 他只好怎么样 本来要打他 结果一看 哇 他块头比我大 他只好认了 好啦 那我就什么样 逃避 眼不见为净 我就远离 对不对 所以逃避了 也是暂时的什么 解脱 还是没有真正解决 好 这是凡夫啊 是用这种除境啊 不除心 那外道呢 外道的修行 非因即因啊 对不对 他是助邪见而生其心啊 怎么样呢 譬如说 哦 是外 他也要除境 你看 这个都是冤亲在主 这个都是什么 外魔在干扰 对不对 魔干扰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哎 怎么样来修 持什么咒 怎么样来 来对治 对抗 修了什么法术 对不对 做什么法 像前阵子不是有那个 连教授 他也施法 要害他的另外一个教授 有没有 后来被判说 因为没有造成真正的危害 所以没有判刑 所以没有判刑 可是他已经有怎么样 想利用这些 对不对 这些我们的江湖 那个符咒啊 来害人 来除掉 他的那个那个 眼中钉啊 那这个已经是什么呀 也是啊 也是 非因即因啊 方法也是没有 没有不对啊 有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没有啊 所以 因此还犯了差一点犯官司 对不对 好 所以说 我们如果外道的修行法 他还是以除境 他还是认为说 是境界的问题 是外力的问题 所以他就会 想要怎么样 说 你就是要消业障啦 对不对 业障呢 消尽了 苦就 热就来了 是这样吗 苦尽了 干就可以来吗 把苦先吃完 干就来吗 没有啊 苦有苦因啊 热有热的因啊 没钱有没钱的因 有钱有有钱的因啊 不能说 我现在是没钱 好吧 那我就忍受没钱 对不对 忍受这个无钱苦 等我忍受完了以后 钱就自然来了 可能吗 不可能 对不对 各有其因啊 对不对 所以 为什么说 佛说 你 用那个 苦行 叫做无益的 无益苦行 因为 你现在吃苦 你现在这样拼命的吃苦 这个是你现在自己又造的一些苦 来让你 怎么样 苦上加苦 不可能 以苦灭苦 对不对 不是 真正对质 苦的一个原因吗 你苦 以苦来灭苦 只有苦上加苦 不可能真正苦尽甘来 所以呢 外道他除境 他也是在除什么 外境 冤心在主 那所以这样永远 还是没有怎么样 针对自己的问题来解决问题 所以这个不是中道 不是中道法 如实法 对不对 不是如实观 然后 还有一种 根气更好一点的 那就是说 他有正念 有正觉的 也就是像二圣人 他呢 知道 他还是要除境 但是他也知道什么 要除心 他也知道原来都是源自于我的什么 贪嗔痴 对不对 是我的贪嗔痴无名 对不对 习气 让我苦 所以他知道要怎么样 除心 守口色意深莫犯 他就怎么样 色心 对不对 然后 他的色心的结果 他因为怕去犯 所以他是 闭眼塞耳 不听 不见 对不对 他就是逃避境界 他这个也是一种除境 是 言不见为境 心呢 也知道说什么 我不要去染灼 对不对 我要色心专注 不要去染污 那除境就是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或者是说 借此借修定来转念 对不对 修定 不要受影响 对不对 那这个呢 也就是什么 二圣人的方法 离苦得乐的方法 但是呢 他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 是什么 助无常苦空而生其心 他为什么可以安住在这个 不守口色意生莫犯 因为他知道境界 都是无常苦空无我的 是如是观 所以他可以怎么样 丝毫不起心动念 对不对 因为他金钱 我们说金钱是毒舌 金钱是空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不可以去贪婪 好 那他很相应这个法 他相应这个 这个离 所以呢 他就可以怎么样 依你 而观照 而心 不起心 不动念 对不对 但是呢 他也是 怎么样 除 还在除 除心 除静 因为他认为 境界还是真的有 对不对 金钱是真的可怕 是毒舌 是真的这样吗 金钱本身 是好是坏 没有好坏 对不对 那但是因为他 怕他自己定力不够 所以用这个理来观 让他放下 女人 是祸水 所以呢 不可接触 不可看 持戒 要远离 那是用这样子 所以他是除心 又除静 但是 这个是二圣人的方法 对不对 那其实呢 如果你真的 了达 通达实相的话 你就知道 没有好坏啊 所以菩萨 他就怎么样 不助空有 助中道 而生其心 他不必像凡夫这样 要怎么样 助有 而生其心 也不必像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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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圣人是 助无常苦空 所以 而生其心 在生活中 其心动念 对不对 然后他是什么 不助空 不助有 助中道 也就是说 他知道 这个是什么 烦恼 即菩提 本无烦恼 所以也没有什么 好断的 对不对 所以他可以不娶不舍 住在中道 也就是说 境界 他没有好坏 只要你不执着 对不对 他一样 都是什么 都是妙用 所以他可以什么 不急不离 不必逃 对不对 在境界中 这样提起 一提起观照 他就无障碍 就放下 那这个是菩萨的智慧 他修行的方法 是依着一个中道 在什么 在修 所以这个菩萨 他知道 就是我的心的问题 心 不执 不剁两边 我这样子 注中道 提起观照 我自然就怎么样 可以 得灭 得解脱 对不对 于境界无碍 然后 但是呢 毕竟啊 他还是有一个 所依 依着中道 在做 心还有所依靠 好像就是说 再怎么修 他还是拿着一支拐杖啊 虽然已经会走路了 可是那支拐杖 还一直拿着 对不对 还有所依 所以呢 佛的话 他就怎么样 把这一支拐杖 也怎么样 也放下 也就是 年中道 也怎么样 不执着 所谓中道的不执着 就是 因为他知道 本无烦恼 即菩提 对不对 烦恼 是你自己 怎么样 心生的 菩提 也是你自己 怎么样 对 因烦恼 而怎么样 二元对立所剩的 没有烦恼 哪来菩提 对不对 所以呢 本无烦恼 即菩提 所以他根本 没有取舍的问题 没有取舍问题 所以呢 他就一切无所住 而生其心 什么样都好 都可以 是不是 但是呢 也 说没有取舍 但是取舍 对他来讲 也可取 也可舍 是不是这样 也就是说 就像说 没有钱 他也不会怎么样 生烦恼 那有钱呢 他也不会被他障碍 对不对 那有钱没钱呢 都随缘 对不对 随缘就怎么样 一切自载 无所住 他不会执着说 废要怎样才叫好 好 那这个也就是说 我们 修行 这个道地 你的智慧 用智慧来 来离苦 得乐 对不对 真的能 能开悟 明心 见性 了解自己的 内心 真正的问题 见到我们真正的 佛性 那你 或者是见到 万法的法性 本来就是缘起 什么 性空 但是性空 不是什么都没有 因为性空 其实也是缘起 才能缘起 对不对 所以你 只要 能够 悟到这个理 那自然就怎么样 一切 就无碍了 对不对 那 这个我举一个例子 也就是说 像以前 有一个天才老爹 的那个电影 对不对 那有 有两个姐妹 一个 姐姐在另外一间房间里 在看书 那妹妹 也在另外她自己的房间里 看书 但是呢 妹妹啊 他们 他们的门都没关啦 所以呢 妹妹她就 看到说 哦 姐姐在房间里面啊 看书的时候 脚一直在那边摇来摇去 所以她就说 爸爸爸爸 你看啊 你看 姐姐那个脚摇来摇去 害我都不能专心看书了 那 这个就是什么 哇 摇脚 对她来讲 就是乱 对不对 就是障碍她 得定 对不对 所以她认为 那个摇脚 这个境界 她受不了 她不能忍受 看讨厌 看到人家脚摇来摇去 那 她爸爸就说 那你不要不要看 不看就好了 把门关起来 把门关起来 这个就是第二层 第一个是说 要姐姐脚不要动 我就 我就不会受影响 但是 不可能 对不对 然后呢 好 第二个就是 逃避 眼不见为静 除静 一样是除静 但是她选择的是逃避的 不看的 好啦 门关起来 可是那个妹妹就说 啪啪啪啪 可是 你门关起来 我怎么知道 她脚还有没有在摇啊 对不对 所以我还是要看啊 看到她脚没有摇 我才没事啊 所以真正的问题啊 是不是因为外境的问题 不是啊 不是别人让你乱啊 而是你自己 心自信不定啊 那 其实如果你知道说 摇脚没有好没有坏 对不对 那她摇脚跟我的内心定不定 有没有关系啊 没关系啊 如果你执着摇脚不好 那你就会被她什么 说影响 你才会有苦啊 如果你认为摇脚是不好 你才有烦恼 其实没有本无烦恼啊 对不对 摇脚 脚动来动去 也没有叫乱的问题啊 你姐姐 她也很专心在看书啊 对不对 她虽然身体在动 但是她心不一定在动啊 那我们是执着这个身相 以为身体在动 就是心怎么样 在动 心不定 其实都不一定啊 有的人 你看着她正经为座 坐在那里 好像在读书 可是呢 事实上啊 她只是应付父母的要求 时间到了 坐在那里 事实上她的心啊 早就不要飞到哪里去了 在打妄想 所以 动 或者静 这个都不是什么 外在的 可以看出来的 那动跟静 本身也 不是 一个定向 对不对 说怎么样才叫定 怎么样才叫动 不是 如果你执着在向上 那你就以为 有动有劲啊 所以你的烦恼就什么 就有了 就 到处都是什么 烦恼 那 所以你才要去对峙啊 如果你觉得说 嗯 没有问题啊 本来就没事啊 你 你摇你的 她摇她的脚 我看我的书 本无烦恼 也无菩提啊 没有什么要 要修 要改 对不对 要取 要舍的 那这样就什么 应无所住 对不对 一切就无碍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我们 不同的智慧 她呢 离苦得乐的方法 就不同 所以她只要一念 哎 关照 就马上什么 问题就解决了 好 那如果你是 只知道 除静不除心的话 好 那都是什么样 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烦恼永远断不了 如果你知道说 哦原来 都是什么 自心的问题 对不对 自身 自心所说的 所分的分别 所起的分别 那你能够 哎 放下你的分别 取舍 除心 就怎么样 不用除静 所以就是什么 哎 佛就是两边怎么样 心静拒不除 不用在那边对峙的很辛苦 对不对 因为她如实 她了解实相 不会被境界所影响 所障碍 好 那我们说 初转法轮 就三转法轮的意思 也就是说 第一次叫四转 我告诉你 什么 此是苦 苦就是 什么是苦 而且告诉你 苦是什么 是逼迫性的 什么叫逼迫性的 就是 你 内心 没有办法去克制的 去控制的 那种 会让你觉得怎么样 没办法承担的 对不对 这个苦 是逼迫性 那也是缘起的 对不对 好 然后 所以你缘起的 因为它缘起 所以不是你能抉择的 对不对 有一些苦 像第一支箭 就不是你能避免的 好 那这个苦 是告诉你 这个没有办法避免的 这种逼迫性的苦 你就要怎么样 勇于去什么 了解它 然后接纳它 最后是什么 要放下它 对不对 所以 你 他说 你第二次 叫劝转 就是 劝转的意思说 知道苦以后 你要应知 就是要了解它 知就是要去了解 看清楚它 不逃避它 然后我已知呢 就是我已经怎么样 确实怎么样 看清楚了 已知就是说 透过这样子 那个内观 透过内观 然后能够确实的 认清楚 这个事物 还有我们这个 那个 苦的本质 这个就是已知了 我了解苦的本质 苦地 苦的实相是什么了 那佛呢 第三次叫做 第二次叫劝转 劝转就是说 你要真的是 在境界里去什么样 去实修 对 你要知道什么是苦 然后再来你要怎么样 要正确的去观照 随时去内观 因为苦呢 我们这生活中 随时可见 问题很多 所以呢 你要随时怎么样 要去观察 这个叫劝修 认识他以后 要真正的去内观 然后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的问题 这样你就可以有 那个解脱的机会 然后第三次叫做正转 制作正 作正 也就是说 为了加财阳这个地址的信心 用这个四圣地修行法 可以让你直接怎么样 见到 对不对 然后呢 修到 进而起修 然后最后是什么 正道 好 可以正道 他说就像我一样 我现在已经完全怎么样 解脱了 我知道什么是苦 对不对 我认识苦的实相 所以我已知 就是了解了 那我已经可以作正 好 所以这个三转法轮 就是这个意思 先让你认 那个事转 就是要认识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要劝修 劝转 要真的去内观 然后再来是什么 要能够自己自作正 所以这个四圣地是表示说 是你自己可以怎么样 当下 当下可以自修自正的 而不是涅槃在未来 不是 是当下你就可以亲身 怎么样 体正的 南传或者是禅宗 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四圣地讲的 其实就是当下的两重因果 也就是说 苦就在当下 苦因也在当下 道呢 也是当下 怎么样 这一念的谜与悟 一念悟 那你当下可证什么 涅槃 你就马上离苦了 对不对 一念 不迷 那你当下就什么 离苦了 就离苦了 所以呢 以南传 禅宗来讲 讲的都是当下这一念 当下呢 两重因果 当下可修可证 也就是说在当下的时候 无心呢 就可以生言 生智 生慧 生觉 生明 光明 光明生 你就可以证得这一个 那 你虐悟 当下即虐悟 盘解脱 那 这个是 南传的 就北传 我们比较常在讲的 都是怎么样 四地修的 不讲当下 都是在讲说 这个是过去 还有未来的两重因果 过去 因为你造了什么 所以呢 你怎么样 现在才会有这个苦果 对不对 你造了什么因 所以现在又有什么果 所以呢 你要去灭过去的因 然后呢 你如果希望未来怎么样 那你现在就要修 在现在呢 你就要修这个 现在的因 然后未来就可以得灭 对不对 所以一个是讲过去的因果 一个是讲什么 未来的因果 那你为了修过去的因 所以我们现在都鼓励啊 你要修灾啊 拜灿啊 你如果不修现在业障呢 对不对 那 你 你就不可能 改变你的这个 那个逆境 对不对 那如果说 要怎么修未来果呢 他就着重在于说 那你要怎么样 布施啊 持戒啊 修福啊 累积福德之良啊 等等 你现在拼命的做呢 那你未来就可以怎么样 得解脱 但是这个未来呢 它的涅槃是在遥远的 不可知的未来 对不对 不是当下告诉你说 放下你的贪嗔痴当下就是消业障 你这个业障 真正业障就是你这一念的什么 你的心理的贪嗔痴啊 应该是你现在的业障不消 那你要怎么样 老是在消过去的业障 对不对 那这个方向呢 是有点差别的 那当然了 各种角度 他最后也都是要他怎么样 离苦得乐嘛 对不对 只是呢 方式啊 修行的下手处 不太一样 那哪一个受用 你自己呢 就相应嘛 自己看着办 好 那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他是那个除 就是中道 他是依着中道 对 不住 他也是除 他是不必 不除静也不除心 他也是不除静不除心 对对对 但是他依着一个 我不除静也不除心 但是他 他还有一个什么 中道的观念 对 最后 因为他毕竟还是要依一个礼啊 对不对 这个就是说我们修行 行的方式 对 当然啦 如果立根的人 他一悟 他当下就可以 对不对 用中道 妙观的修行法 对不对 来起修 来观照 对不对 但是呢 一般很难去 体会到说 什么是中道啊 对不对 你跟他讲说 因为他只有 你跟他讲说 因為自性本空 是空 所以結果他又騙空了 你給他一法 他就抓住那個一法 空是為了破有 結果你告訴他是空的時候 他就抓住空 所以為什麼二聖人 你跟他講 無常苦空無我 是一切皆苦 對不對 畢竟是苦 然後他體會到以為生活就是存苦 無樂 那就落到偏空 然後就消極 最後有的人說活著沒意思 對不對 世間都沒有樂啊 所以他要趕快求涅槃 結果很多就要自殺了 墮空 這個叫墮空 也就是說我們一般人 都是在二分法的這種 生命心裡面 不是認為 你說有 你說空他就說 那就那就有就完全 完全沒有了才叫空 他是變成這樣 可是我們的說空是什麼 不執著有就是空了 而不是要完全沒有才叫空 也就是說色的當下即是空 像是有 可是他本性是什麼 是空的 對不對 本來沒有這個東西啊 是緣起的而已啊 或者是說我們所說的空 他只是暫時的 所以我們說他是空 就好像說夢 到底是有還是沒有 夢有還是沒有 你在做夢的時候 他是 他是有還是空 有 所以有 可是你拿出來給我看 又拿不出來 他說沒有了 他明明又是在那邊 做噩夢的時候 還嚇得怎麼樣 全身是汗啊 對不對 又大吼大叫 在夢裡大吼大叫 你說沒有嗎 他又明明有 你說有嗎 又拿不出來 又是幻象 又不是真實的 所以說 任何一法不是說 絕對的可以分成有 或者是空 對不對 不是二分法而已啊 那事實上呢 實相是什麼 非空非有啊 其實你說非空非有 你有時候又落到非字 對不對 所以 其實是 有 有 我們說離世俱絕百非啊 就是說 說有說空 說非有說非空 其實 金剛經 那個 對 就像那個 轉空間 就是他 因為他的時候 他就好像有點類似 對 轉空間 就是好像那種感覺 對 金剛經裡面呢 他就是 在破 對對對 因無所住 因無所住而生其心 因無所住而生其心 對 他所奉 是 好像有點類似喔 他也是在破相 他没有讲法 何况非法 法上阴蛇何况非法 是跟这个有点类似吗 法上阴蛇何况非法 也就是说当你一执着的话 那就不是 就不是中道了 对你一执着 他就是多一边了 所以为什么佛法是指破不立 因为给你一法 你就执着那一法 他讲什么 你就是又立了一个一 对不对 那有一就有什么 有二啊 有生就有灭 又出来了 对不对 有物就有所得 你就总是怎么样 会跺到一边去 他最近不是说他都没有讲 所以不是有一个人说他等于是说他都没有讲 所有讲过等于是好像都没有讲 我终究我有一法可以 就是我顺十九年说法 对不对 金刚经里面讲的对不对 没有 就是无法可说对不对 没有给你任何一法 那佛为什么要讲这一句 又怕你怎么样 执着他所说的法 因为其实法是没有绝对的啊 所以我常说如果佛是看到我们众生执着乐 所以他在告诉你苦啊 如果有一个人他很悲观啊 他很悲观哦 一直想要自杀 觉得人生没意义 都是苦的 那佛还会跟他讲 人生确实是苦啊 毕竟是苦啊 那我看哦 这个马上他就去 更确信我一定要赶快去自杀了 所以为什么说当二生人执空的时候 佛怎么样 要告诉你们 告诉他们啊 对不对 境界不是真的无常苦空无我 它是什么真常真什么 真常真乐真我真静啊 有这么一个啊 对不对 是妙常妙我妙乐妙静啊 就是我们就是因为啊 不能体会中道的这种不二的观念 老是跺在一边 不能看到任何一件事情 本来就是中道的 不二的 为什么 有有利就当下 利的当下就是弊 有的当下就是空 好的当下就是坏 坏的当下就是好 为什么 因为你从不同的角度 你去看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会有不同的方法 对我们从小的教育 就是这样给我们吗 对啊 那因为我们从小就是一直在分别嘛 对啊 不是好人就是坏人 不是好人就是坏人 只分两种人 这世界上真的两种人而已吗 不是啊 对不对 好人坏人 根本根本没办法界定啊 根本没办法界定啊 前一念是好人 下一念可能就是什么 坏人啊 其一念善就是好人 其一念恶当下转为坏人 那到底他那到底他一天几个念啊 那不是好人坏人 好人坏人 在那边变来变去 到底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不是 没办法分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都是活在二元对立的这种观念里 所以呢 你才在那边怎么样 分别计较取舍很辛苦 然后才有那些爱症啊 所以也就是说你有见惑 也就是你有我见 因我而产生的边见邪见 这些我们就是被这些错误的观念 所怎么样 所束缚啊 是观念之见不正确 所以造成后面 对在跟层接触的时候 你才会有那么多的什么 那么多的贪嗔之慢疑啊 因为你执着有的时候 你才会去贪啊 对不对 才会去撑啊 才会觉得说 我真的很了不起啊 对不对 才会有我慢啊 因为你执着 你只看到你要的那一面啊 所以你就是会在那里执着嘛 如果你没有这些错误的观念 你就不可能还会再去贪嗔之慢疑啊 因为你知道啊 见到万法的本来面目啊 对不对 本来就是 缘起信空啊 哪有好坏啊 对不对 你执着有好有坏 你才会产生这么多的 对啊 贪爱执着 所以邪见不破 无名不破 那你就是永远都堕在什么 烦恼里面 所以烦恼就不可能断 那你也就不可能证得真正的涅槃 所以你看这个四圣地讲的都是 你要对确实的苦是什么 对不对 苦因是什么 然后呢 真正的解脱又是什么 解脱不是在外面 对不对 你要确信啊 能够知道 那你就知道怎么修了啦 你你修行的方式你这个道地就不会怀疑啦 不会人家说应该怎么样 对不对 到底是叫你修外道法还是修什么什么的 你就不会道听途说胡乱修行了 因为你知见正确 知见正确 所以为什么要先怎么样 有证见 要先有证见 要把这个不证见 见货要先破除 所以见到位前面讲说 啊 那个虚头还果 正的虚头还果的 也就是出国的 他一定是怎么样 先破这个什么 见货 也就是说至少 他这个边见 他这个身见 有这个撒家耶见 有这个身见的执着 还有那个疑见 还有那个借进取见 都要先断除 这个是依南传来讲 这个三截 一定要先什么 破除 南传的话 他是讲只要你破除这个 因为你已经见到了 知道说真正的解脱之道是什么 知见正确的 那你就知道怎么修了 之后呢 剩下就是断什么 薄贪嗔痴 断这个私货 对不对 就是一点一点的 再慢慢的来断 但是你要正出国 一定要先把这个不正见 一定要断除 所以这辈子 至少 至少 你如果有这样努力修学 建立正见的话 至少 你应该可以 正得出国 对不对 所谓的七次往返人间 那个就是在比喻说 他的那个 接下来的贪嗔痴慢疑 这些私货 习气的轻重 有的人习气比较重 所以他要 贪爱断不了 所以他要来比较多次 如果你呢 习气断得很快 立根的话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可能 不用七生啊 对不对 不用七生 所以 越断得越快 他可能二果 他就只要再来一次就好了 所以有人最快就三生 就成就了 他一下子就到二果了 对不对 然后二果呢 他一下子就不来了 二果还是会来 还来一次啊 就表示他贪爱 值得很薄了 因为他已经薄贪嗔痴了 那到三果才不会来 三果就已经来 三果就已经 御界的这些 对 对 御界的贪嗔 他不是已经断了吗 对不对 御界的这个 私货 极品 不容易 对啊 他来的时候最后是破这个 我慢 无明 我慢是最慢破的 因为 所谓的慢 这种慢不是我们一般讲的 这种的交慢 他是执着他的修行境界 我有修有正 有没有 有所得 有我能 对不对 我能正 有这个我 所以这个慢 最后还没有破 对不对 然后最后才破 最后 当你有慢就表示你还有无明嘛 慢断尽了 那无明也就破了 就这样 所以他就完全不再贪爱执着 对不对 就不再来三界轮回 那我们说这个三界 其实也就是我们内心的什么 内心的这个修行的境界 我们都是活在我们内心的什么 这个境界里面 对不对 只是你的境界 是爱欲比较重 还是说 那个色界 就是指着重在修行 禅定 对不对 这些精神方面的 你是不是还执着在这里 最后呢 无色界 你是连那个无有爱也要破除 就是连 连那个最后啊 我什么 我要追求个涅槃 这个涅槃 你还有一个我要追求涅槃 这个心 那你就是落在 无有爱里面 无色界里面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 你内心还有所什么 执着 对 表示还有一点 还有维系的贪爱在 所以最后呢 你全部都放下 三界 你就不用再来 就是在这里 也就是 出离自心的这些 贪爱执着就对了 那你的心达到什么境界 自然呢 你就相应什么样的法界 就是这样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请一起合掌 恭练回向祭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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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